敦化國小門口 五名保全全出動 導護老師更是一早五點 就來學校分派任務部署 下去遠景校安專案 兩人提升到五人 大陣仗在校門口四周管制 就是因為學校收到恐嚇信件 揚言已經在校園放了照單 我們會擔心 沒料就做 明了一些東西 不要去碰觸這樣子 然後就是特別要 小心自己安全這幾天 尤其是我們禮拜六是提表會 對 提表會那天就是 可能會校園是開放 事實上我們家長群組 也都還滿擔心這件事情的 學校週末就要舉辦運動會 引發不少家長學生恐慌 學校一號晚間八點多 就收到恐嚇信件 隔天早上八點才低調的報案 事隔超過十二個小時 信件中嫌犯自稱Killer 主題上打著 敦化國小被放置炸彈 還寫報警也沒用 全國法律都廢了 早就想大幹議場 署名政節後援會 信件中沒有提到對學校不滿 但是附件卻有十多件 檢舉新北市違建 警方追查IP發現嫌犯 用跳板城市信件來自德國 口號信件曝光之後 霞區松山分局派出20多名的警力 來到校園 針對每間教室 還有包括垃圾桶 就連花圃花台都不放過 仔細搜尋是否有可疑爆裂物 遠景出動金屬探測器 每間教室都不放過 底盤探測器也協助搜尋 只是四個小時下來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物品 警方持續透過電郵追人 同時也提高校園安全層級 每兩個小時群間 除了轄區派出所 更加入偵察隊 警備隊 巡官等人力 提升校園安全戒備 在未確認真正安全之前 一刻都不敢懈怠 記者林東銘 楊中盛 邵紫陽 邵玉銘 看不懂 內幕視界 我們的視係